2021年了一台车的油耗极限可以是多少 那个狂暴的动力啊 我想一定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为什么比亚迪还要推出DMI技术呢 因为相对来说DMI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而且并不是那么多的消费者是有这样的性能的需求 相反呢绝大部分消费者所重视的需求呢 还是好用省油好开 所以DMI的开发的取向就是为了省油而来 那么这台车或者说这套动力是究竟有多么省油呢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实际的测验一下 我们的油耗测试方法是在出发前把油箱加满 然后通过系统将电池SoC降到25% 也就是亏电的情况 DMI超级混动是一套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也就是纯电续航分为两个版本 我们今天驾驶的就是55公里版 加完油之后我们清空了小记里程 同时发现SoC是26%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通过原地开空调的方式 将SoC降到了25% 把动能回收调节至较大 还清除了能耗记录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准备出发啦 这一次的测试行程呢 是从深圳的平山出发到北环大道 然后再折返回来 往返大约是120公里 在途中经过了高速快速路以及部分的市区道路 DMI超级混动是以电池为主的驱动器 大部分情况下由电机驱动 因此在行驶过程中非常的平顺 也非常的安静 最终在行驶了112公里之后 我们回到了出发的加油站 所以最终的消耗的油量是多少呢 最终我们的行驶里程是112公里 总共消耗油量2.73升 油耗也就是2.43升每百公里 作为混动车主的我 对于DMI超级混动的油耗表现 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那么DMI超级混动为什么这么省油呢 首先所有混动车型的运行逻辑 都是让电机代替发动机在最废油的工况区间运行 也就是削风填骨 DMI超级混动也不例外 在油耗上做到极限就要让发动机效率更高 最佳油耗转速区间更广 电机驱动更多 DMI超级混动的三大核心部件 包括双电机的EHS超级电混系统 消云插混专用高效发动机 DMI超级混动专用功率型刀片电池 在每个方面上都充分挖掘效率潜能 经过了一早上的试驾呢 总共我们的行驶里程是112公里 然后呢 这段里程中包括了一小段的高速 一小段的市区 还有一小段的乘速快速路以及拥堵的路段 已经是非常接近的咱们这个日常驾驶的一个工况 然后我取得的油耗表现呢是2.4升每百公里 这样的油耗成绩其实已经是非常夸张了啊 然后琴Plus DMI它官方宣称在亏电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SOC极低的情况下呢 它的油耗是3.8升每百公里 我觉得如果是普通的消费者驾驶这款车型 在完全不用顾忌空调或者是极加速 或者是猛踩油门的情况下 我觉得也很难超过4升每百公里 所以说DMI这套动力系统的高效性 可以说是非常强的 在今天的试驾体验中呢 我充分感受到琴Plus DMI的快省静顺 快就是它的加速快 省就是它的油耗是非常省 毕竟我开出了2.4升每百公里的油耗 静呢就是行驶过程中的 它是非常安静的表现 顺呢就是这台DMI系统的话 运行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平顺 丝毫没有顿错感 至于绿 我觉得对于广州啊深圳上海的消费者来说 这一台插电环动车型 其实是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款车型 因为目前的预售价来看的话 琴Plus DMI只需要10万元起步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 总的来看的话 今天的试驾体验 我觉得是对这套系统非常的满意 对于一些还在观望 已经或者是已经对这台车 已经有想法的一些消费者来说 我觉得完全可以在上市之后 或者是去到店体验一下 相信这一套DMI系统 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